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览展示市民文化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建筑综合体 设计以功能为先导 关注最终使用者的需求 以绿色 人本的理念 营造自然 城市 市民和谐共融的温暖制架 以人为本 天府制窗 传统的政务中心 办事窗口是老百姓和政府的联系纽带 是政府服务意识的微观切片 设计将窗口的象征意义拓展延伸 总体布局结合功能需求及环境特点 从内部的220个服务窗口 衍生出以功能集合而成的建筑体量 并形成服务之窗 休闲之窗 展示之窗 面向公园 面向城市 面向未来 展示开放共享的室内空间活动 形成内外交融的景观渗透 成为展现公平公正 包容共享 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天府制窗 功能先导 市民之家 设计充分调研了天府新区现有政务中心 深圳市民中心 重庆两江新区政务中心等建筑 多方采访 办事市民 工作人员 了解需求和痛点 结合市民对高效快捷 导向明确 明亮舒适的办事空间需求 解决窗口工作人员 办公空间不足 流线过远等痛点 设计创新性提出 纸廊聚合前窗后半的平面结构 中心核是承载交通 问询 导视 自助服务的集合空间 中心核放射出的 紫廊导向各类窗口服务区 快捷明了 紫廊整合相关业务类别 减少流线交织 提高半解效率 微型边庭营造的等候休息空间 舒适明亮 使得灵活景观视野最大化 市民在等候间隙还可步入露台 感受湖岸的温风拂面 设计通过对政务大厅 媒介展示 共享等候区 办公区等空间的复合化 集约化利用 市民服务区中增加了咖啡沙龙 冰湖书店 创意餐厅等市民文化休闲空间 市民服务区也结合公共交通人流栏向 设独立出入口 并于周末节假日全市开放 强化开放性和共享性 公园城市 容景自然 公共 园林 城市 市民 诠释着公 园 城 市 这四个字的精神内核 设计合理组织交通 倡导公共交通低碳出行 场地内实现人车分流 结合场地西侧公园及环湖绿地 进行建筑景观一体化设计 构建地铁口接驳骑行道 环湖跑道侵水道 公园休闲活力道等慢行系统 串接人流动线将建筑融入自然 建筑通过吊层空间 消解地形高差 减少土方回田 吊层容纳餐厅 咖啡 书店 游泳健身等公共服务功能 结合下沉广场饮水入境 成为最亲近自然和湖面的活力磁场 建筑底层局部架空 为市民共享 引导框间流动和自然通风 景观渗透 活力汇聚 结合用地西堤东高的限高条件 设计将高低起伏的建筑屋顶 打造成立体生态 充满吸引力的第五立面 屋顶融合城市舞台 退台绿化 阳光中庭 收纳湖光山色 微风夕阳 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引向高潮 根据光辐射强度 分析计算的人字型参数化木墙 遮挡西闪 降低能耗 创造了丰富动人的建筑微表情 也营造了光影斑驳 互动性强的室内空间效果 被动使节能技术 光辅玻璃 雨水花园等绿色建筑措施 打造高标准的绿色低碳建筑 大量自主服务 智慧服务系统 营造的互动空间 引导市民的参与感 和主人物意识 也是智慧建筑的典范 在这样的建筑和环境中 让市民体验 如家般温暖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天赋新区市民之家 也成为一张国家级新区绿色发展的 亮丽鸣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